幸福好时光 好我们今天来谈一谈 用健康迎来彩色的人生 欢迎优活原力的研发长廖玉琪 你好 大佬姐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刚在讲这个学习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健康 还有学习一下家庭和乐之道 廖玉琪是我认识的一个非常奇特的女生 就你看到她你就会很想跟她聊天 所以我一直误以为她是我们五年级 因为我都跟她这样好像觉得是 这个称兄道姐之类的 可是后来发现其实不是 她虽然小孩很大 但她是一个六年级的 前半段啦 你跟五年级差不多有多少 可是老板还蛋啊 可是你的因为履历经验很丰富 对不对 所以你好像其实做这个健康 就保健食品类的 就是要跟很多妈妈 婆婆啊 沟通啊 这倒是真的 因为我其实很早就做咨询的工作 那咨询的工作就是聊天嘛 那从聊天过程当中发现她的问题 或是她需要的营养素 或者是她的整个家人所需要的东西 那中年妇女通常就是在跟你一起前后啊 空草期啊 我没有空草是因为我太晚生了 像你们这种已经都快空草了 对不对 空了一段时间了 已经空了一段时间了 因为早生所以小孩大概就是二十几岁了 根本就是老夫老妻没人 就是自己要过生活了 真的耶 通常这样的人 其实她会有其他的情绪上或健康上的问题 都在哪里呢 男生跟女生 我觉得我跟我先生最大的差异就是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她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看不出来 我也看过她几次 她是比较闷的个性 她比较不外放 她很内敛 有什么事情她闷在心里面 所以她可能很多秘密我觉得 那我不一样啊 我是很外放的人 你觉得的意思就是说不与深究是不是 不与深究啦 因为我举个小例子 有一次我在整理那个发票的时候跟刷卡单 我就发现有一个那个华纳威秀的电影票 那那个电影票看起来六七百块不像是一个人看 那还有爆米花呢 我想说哎呦这么开心还是爆米花 可是我近期并没有跟我先生去看电影 还是他也没邀请你 他也没邀请你 这问题有点大 来来来 戴童姐我跟你说 我最后一次看电影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 什么时候 是我怀我老大的那个产检的时候 话说26年前 那是我最近的一次看电影 停下来让我笑一笑 所以那一张肯定不是跟我嘛 我觉得你说出了很多中年女子的无奈 老公再也不邀请她看电影 不是啦 是因为我不喜欢排队买票啦 坐在一个空间里面两个小时都不能动啊 我不喜欢啦 坐动儿是吗 对啦我喜欢在家里看 那我也不会邀请你看电影 但是我喜欢看舞台剧 我觉得那个互动性比较高 所以乐趣不太一样 乐趣不一样啦 后来我旁敲撤击之下才知道原来她是跟我儿子女儿去看 我就跟她说 我不是你们家的人吗 我不姓林啊 我姓廖 她把我排在外面啊 然后我先就说 你这样就变成了家族仇恨 是 她说我找你你也不去嘛 所以干脆不要讲 对啦 然后小孩也不知道可不可以讲 可是女性的其实心理想说我虽然不去 你也要跟我揪啊 你也要问一下 对啦 不去是我的自由 但是你要问啦 对 结果呢 就这样他们看完了嘛 我是看到发票才知道 然后呢 你自找的呀 对啦 就蛮 有甩门吗 或咳咽咳咳咳吗 没有啦 那个是没有水准的那个情绪拖弄太大了啦 我是不怒而微的那一种 真的 对啦 没咳咳啦 那个眼神看一下就知道了 结果他们下一次还敢自己三个人去看电影 现在是两个人 就是分批比如说我先生跟儿子或先生跟女儿 女先生也真的蛮可怜 这样子感觉不会说他们一家人去看的那种感觉 而且我先生只要自己有什么活动啊 他就先把家事做好 就是让我没有地方可以嫌他挑剔他 他这么训练的 但我记得你知道吗 我从跟他交往的时候就训练好了 就是有时候去他家吃完东西就是他喜欢 我这样讲完还好我婆婆不在了 否则我婆婆可能会跳起来 你已经都嫁了26年27年 你这修不掉的啦 修不掉 对 尽量讲 我跟妳讲人生不要说谎话 要说实话 我就是说实话的那一派 那我以前啊就是我到我先生家嘛 然后吃完东西什么的也是我先生洗碗 然后我先生那时候我们二十几岁的时候 他的薪水都交给我 所以我们家不是薪水分开的 我们是一起的 因为都是我的 他就是五号薪水到了对不对 就汇到我的户头 我再拨零用钱给他 你拨多少给他 以前比较严格啦 以前三千块 因为出去都是我付钱啦 所以他还有私房钱 但我就是等他累积到一段时间 就叫他全部交出来 三千 以前啦 现在好一点 你这个行为比强到好不了太多 是吗 人家好不容易苛刻了 然后政府再来收一笔税 可是我跟妳讲 戴雯姐 就是他从很年轻的时候 就是很小的钱开始累积到大 他就不会觉得痛 这什么理论啊 你继续讲 我继续讲一下 他这样很不好意思欸 对 但是然后 可是你也曾经说过 他还要娶你 我跟你讲 他还是说他有斯德哥尔摩 症候群 人都有奴性 他被我叫习惯了 我通常没有叫他 他会觉得怎么了 我是不是那天心情不好 所以失常了 真的啦 主持人已经不知道怎么回答 你要不要自己说出 继续说下去 他最近有跟我说 叫我低调一点 因为我最近太常提起他 那我说没有关系 你在网路上没名没姓的 零那照片都没有 你怕什么 对不对 我告诉你放宽心啊 你好像在安慰受害者放宽心 这个我会啊 因为我们常常咨询嘛 那咨询其实有 我们有修心理学 那其实我们大概能了解受害者的那个心理 跟加害者的心理 因为心理健康也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环嘛 所以我们都有学 我一直觉得其实中年妇女 比如说你的年纪还好啦 像我们这种铁定已经是在这个中年期 更年期之后 然后开始怀疑自己的 反正青春是一定不在 然后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价值的中年妇女 其实大部分心情活得不好 然后会觉得空虚 空虚又很忙哦 你知道吗 到底如何去把自己的人生重新规划 其实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其实我蛮感谢我自己在二十几岁的经历 因为我其实 幸福好时光 哇原来这个廖 廖玉琪 优火原力研发厂真的蛮了不起 他比我想象中还更小 刚刚 我以为已经迈入五十代 原来还有好些年呢 我在我们公司是前三名 这个是一定的 就好像我后来去念EMBA的时候 十几年前在念台大EMBA 我是平均年纪 就是三九四十 有没有 哇 就是后来到中欧 我真前三名 对啊 我最近有报考一个考试啊 然后我就想说 会不会是整场考场最老的那一个啊 结果后来到现场还好 我可能前几名啦 就还有比我更老的 那你要以后把他们约出来 吃个饭就说 谢谢你们的努力这样子 我最近去 我去念那个湖南大学 因为我是念全日志的 也就是跟一群 根本没出过社会的 有人没出过社会 就入学2526而已啊 结果后来我就会问说 那你 那个问我一个同学 他就是应届 然后来念博士班的 大概25 我就问他说 你妈多大 他就看着 因为他没办法看见我 我们现在还在网路上打招呼 线上的 但是他有去调查 我是几年生的 他们说 代表就跟代表姐差不多大 后来我看这根本就是个谎言 他妈才50岁 我们同事其实已经有几个的妈妈 都跟我一样大 还有比我小几岁的 所以我在我们公司算是妈妈等级的 其实我刚刚有一个话题 讲到一半就是 其实我蛮谢谢我那20几岁的那个经历 就是我做咨询的工作 那其实我跟很多婆婆妈妈 每天在通电话 那其实我听过 他们的问题 也了解自己的婆婆应该要怎么样 不是对付 应该讲相处 怎么跟他相处 我真的蛮会的 我很得那个 我也觉得你很可爱 难怪我都一直觉得你跟我年纪差不多 所以我很早以前我就知道 我可能在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六七十岁 我会碰到一些问题 所以我很豁然 就是说我到了这个年纪 我就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身体的状况 那我可能需要吃一些哪些保健品 我很泰然的接受 而且你其实我觉得 像怎么样对待小孩 其实那个心理装备 我跟廖玉琪学了很多 因为他很年轻就当妈妈 一般年轻妈妈 会对小孩有特别的苛求 就我这辈子没做到的 小孩你要帮我做到 完全没有 可是其实他有一种很奇妙的心态 也就是他很早就让他们 其实你刚生小孩的时候才二十出头啊 对不对 二十五岁 对就是让他们自己发展嘛 对我那时候反而有个想法 就是说我曾经遇过的一些 我不喜欢做的事情 或者是不喜欢我妈妈 怎么样对待我的方式 我不要让我的小孩子 再这样子做 那我觉得这个追溯到以前读书的时候 护理系我不知道 戴如姐知不知道 他们的学长学姐姿非常的严重 走在路上啊 你只要看到女生 你一定要叫学姐好 一定要鞠躬 不然后来被叫回来 说学妹你没看到我 我们练西点军销 是啊我们棉被折不好 我们要去操场抱着棉被 跑 所以你们就是在那个 軍事训练 公肺训练长大 然后等我在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现在当学姐了 我不要再这样对待我的学妹 那延续到当妈妈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之前 因为我们家是卖钢琴的 我爸爸是调音师 那从小我们就要练钢琴嘛 因为客人来就要弹给她听 有这个专场我还不知道 有有有 那你是贵家 那个富贵家小姐 小孩 我小的时候其实家境蛮好的 你想到的才艺我都有学 有 学钢琴啊 画画书法啊 舞蹈啊 民主舞蹈啊 芭蕾舞啊 这些我都有学 不认识你这么久 今天才知道 但是我跟你讲 小时寥寥大胃毕家 其实蛮适合用在我身上 所以我妈妈小时候 其实她对我期望很高 因为爸爸妈妈那个年代 家境都很不好 很贫困嘛 那家里好不容易做生意 有点钱 她就会觉得想把最好的 都给小孩 尤其我是老大 可是老大就不成才 就不喜欢 因为我的个性啊 我私自做的 我怎么能忍受人家 规定我要怎么样 那你怎么会去考护理系呢 因为数学很不好 哈哈哈哈哈哈 这什么态度啊 我跟你讲 我有神秘过 就不能念三科 不行 我知道文学也并不怎样 不行 不去测 但就学一个实用的东西 但是技能又很强 就是你是属于手作派的 对对对 我的实习课分数都超高 比如说我们去实习 倒尿好了 可能同学 可能倒五六个 都倒不进去嘛 我一干净动 一干净动 真的 所以我 我从小就有这件事 其实你是个外科手术人才 如果数学才好一点 就厉害了 Dr.X就出现了 不可能像医生 医生那个腰很会读书 而且他理工腰很强 这个就是那个问题 其实他们干的是技术活 对不对 所以你看外科医师的 那个黄金十年 手就不会发抖 那我们是 有些人他可能看到血就发抖 我讲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我第一次在那个外科 那那一天呢 我就开那个治疗外置 第一次啦 看到这种 这个这么的 臨场感的这个画面 我开始冒冷汗 然后不晓得该怎么办 医生说 Miss Liao你要不要先去休息一下 不然我等一下可能要先救你 我就被请出去 你不是技术很强吗 但是你知道 那个血淋淋的一团肉团在那边 会怕啦 第一次那个胆子还不够大 对就是蛮有趣的 因为护理系毕竟看到的也都是 不是死的就是那种器具 对啦 对啦 有时候在那边工作 我是觉得心情比较沉重一点 比较不符合我的个性 因为大陆姐跟我相处知道 我有个小小的 人来风 所以我关在那个医院里面 其实是沉闷的 心情不好 然后看这些生脑病死 所以其实了解自己的个性很重要 你其实很适合跟大家沟通 跟咨询 还有刚刚你 我已经归纳出 你的谈话很难归纳出原则 再厉害的主持人也没办法 我都论聊啊 但是我已经归纳出一个原则 老公要从他年轻时候 就开始训练 而且也要不找痕迹 让他很自然很习惯的就范 比如说他现在如果要带小孩去看电影 他就会先在家里把夹事都做好 对就是晚看有没有洗好 衣服有没有折好 扫地机器人有没有拖出来 有没有扫好 有没有问说 太大声我还生气 真的吗 他有没有问说 太太那你干嘛 他也有工作喔 他不是在家里闲闲 这个我跟大陆姐分享 我刚刚才在外面跟同事聊 以前我还没有请阿桑打扫家里的时候 因为之前比较闲嘛 偶尔都会自己扫 那后来呢 我有一次就是大扫除时间到了 那我就把大家家人嘛 那个请到客厅来 那我就开始分配 谁做什么 谁做什么 那分配完之后呢 我儿子就举手 我就说来你说 他说妈妈你帮我们三个人都分配了 幸福好时光好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 优惑原力的研发长廖玉琪 他真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人 我跟大陆姐比我不敢说 真的吗 我们的坑在不同的地方 对对对 像我老公就是年轻死 并没有真的训练很好 不还是你到我们家去帮帮训练 其实我老公也是啊 因为他们三兄弟 那妈妈对他们保护都非常好 家事都不能做啊 也没洗过 原来所以你的训练工程更加困难 对不对 所以我第一次去他家 其实我公公婆婆看到我现在洗碗 他们有多惊讶 一定想过这是哪来的 这个女人好可怕 怎么能娶回来 哎呦 但是要勇往直前 义无反顾 我开了这个先例之后 你知道我大嫂二嫂多好做 怎样 连洗衣服都不用洗 为什么 因为有次我就坐在客厅 我就听到我婆婆讲说 因为他们住在一起 我没有住在一起 那我婆婆就跟他说 没有住在一起比较好训练 对 没有我听到那个实例 就是我婆婆就说 那个某某某我等一下出去的衣服洗一下 我二嫂直接说 妈咪 我不会 我不会洗 洗衣机我不会用 我婆婆也是下巴掉下来自己去按啊 然后我那时候就说 哇塞 这跟谁学的啊 应该是我 但是他比我高段 怎样 我会洗衣机啊 真的啦 我第一次听到 所以你家那三兄弟 本来婆婆做尽了一切 交给这三个女人之后 后来都变成 我开了先例 所以后来我公公婆婆就就范了 就不再让 就是变说 你像我现在大伯啊 现在家里的拖地 一定是我大伯托 一定是我大伯喜 所以他们家三个好男人 我认为 是我训练出来的 哈哈哈 我就太好笑了 我老公会做家事 是因为我婆婆的训练 因为她自己做生意忙 所以做生意忙的妈妈也有好处 她说不理她 所以她一来 我婆婆也是要对我示好 就说我跟你讲 我儿子很会做家事 然后有一阵子 她真的变得很懒惰 那阵子我比较贤惠 你知道吗 因为都你折一个没有折 我老婆工作 但是我请人家来打扫 她就都没有做 她有婆婆就跟我说 你本来我儿子吃了好好 都你把生意 走坚弃啦 但是你知道她这是友好的 你要了解 走坚弃 你都要走坚弃 但你不要跟她计较这个言论 这个意思就是说 她叫她儿子多做一点 但这也是态度的问题 人也很坚强才能打破一些凡理 因为我们都是职业妇女啊 大家都很忙啊 为什么男生不能做家事 本来就是了 像我们家这个老公现在在 比如说她在中科上班 一到五根本就是单亲妈妈 要handle所有的事情 所以六日多做一点是正常的 一定是她带小孩 我刚好休假 是是是 我们家也是这样子 其实我们有一次遇到我爸的朋友之类 还来给我 我就知道 小语大意吗 他就说哪里像这样 小孩都丢给老公 我心里想说 我把他教训了一顿 你知道吗 我这是要说什么叫丢 这小孩是谁的 谁的 对不对 为什么叫丢 你没有看到我的辛苦 我只是叫他假日带一些小孩 后来他是不是都不敢再来了 对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你自己找壞命 对不对 那我们就看别人老公带个小孩 看别人老公洗个碗 你就说 这是丢给老公 那就是你自己想要当奴隶吗 我觉得这很公平啊 各位听了我们的话 如果觉得会被带坏的话 请把收音机就直接关起来 好了 不要抗议啦 对 这我们就讲个人的生活 对啦 老公命坏取到我们 哪有 这个我要抗议 你看 我连这么谦虚都不行 我其实也只是谦虚 我跟你讲 这个绝对不能谦虚 因为这个一定是他们真心的 希望以后还是下辈子还要娶我们 他才会这样讲 这句话你老公还说得出来 而且每天 在每个礼拜至少说个两遍这样 现在低调一点 因为我跟他说你不要常常讲 你给我时间考虑 因为你有时候讲太多我就不考虑了 对 所以他最近有低调一点 就是放在心上就好 其实真的不容易 有一天我看到他老公 我说你这句话真的讲得出来 他说你是他初恋对象 他也是我初恋啊 这样一点都不想换口味 不太可能 我很想 所以我还没有决定要嫁给他 淡罗姐 其实我常跟我同事讲啊 我就说 我很羡慕你们 就是可以交这么多男朋友 这个不可以再换一个 一次就中的 我跟你讲 几率大概千分之一 真的 而且我们是笔友 你看写信啦 文笔好也有差 没有没有没有 都乱写啊 好 那刚刚讲到职业妇女跟小孩 其实你工作一直非常忙碌嘛 你这个家庭 没有断过 一定是如果要妈妈 不要变成两头烧 或者是烧到剩下只剩灰烬 其实你刚刚讲到啦 儿子你是在分工作给儿子女儿 大扫厨啦 大扫厨 我跟他说完 然后呢我儿子就举手发问说 妈妈你刚刚有分配我扫 什么厨房啊 地板啊 谁整理房间什么的 我好像没有听到你的工作分配 我说我是指挥官你看不出来吗 指挥官就是负责指挥督导 监督检查你们的成效 然后我儿子就说 哦 要去扫啊 是没有再开辩论会 没有因为我跟他说几点到几点要扫完 所以他要赶快开始嘛 就是这样 我指挥官啦 我得完刀 还有呢他的教育小孩非常有一套 其实这一套呢也就是老子的那一套 也就是 我觉得是跟个性有关 顺天应人啊 对对对因为我的个性 我不喜欢管人家限制人家 所以我就觉得 你刚刚讲的那一堆话之后 不是我啦 我不喜欢人家限制我跟管我啦 所以呢 我想说那我小孩子我应该也不要限制他 那我觉得让他自由的发展 那只要不要招肩品德是好的 生活习惯是好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是 嗯 对但是他说儿子基本上你看喔 两个 两个 你说你哥 你老公号称一七零 号称啊 号称啊 一六八 你有到一六零吗 没有啊我一五七零 可是你儿子一百八十几 一八二 有没有 是确定 确定啦 确定啦 确定 因为长得蛮像的 好 那为什么可以长这么高 啊 因为我自己学营养嘛 所以我其实都超前部署 那我知道小孩子他成长的时候 大概是几岁 他相对应的营养素 要给予嘛 因为给太早给太晚 太晚就来不及嘛 那太早 太早没有用 会压苗助长 压苗助长 所以呢我就是在他青春期的开始的时候 大概男生比较晚一点点 女生早一点嘛 那男生大概十一岁左右 大概国小五年级到国一那一段时间 那我儿子本身自己也喜欢 幸福好时光 今天我们访问的是 优活原力的研发长 非常可爱的廖玉琪 有关优活原力 这个公司就是 网购的 九年来还是十年 十年啦 超过十年了 是是 优就是忽优的优 他是一家很诚恳的公司 因为我有听到廖玉琪说 他做研发长就是只有一个目的 因为人家是富家小姐出身 绝对不能够小气 只要任何的原料 公司上面有血 就要加好 加满 不会说有人告诉你 有没有什么益生菌啊 里面有二十几种 就每一种都加个两支 或者是什么叶黄素啊 多少啊 他有感无感 反正你要三个月后才知道 所以这是他做事情的一个诚恳的态度 不过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讲产品 我们刚在讲小孩打篮球 如何两个哈比人养出来一个巨人族 因为我知道父母亲都不高 那小孩子高的几率是非常低的 但是我必须跟他说 他们公司并没有转大人的产品 完全没有产品的宣传 我只转大人的时候 我还没有到这家公司 但是因为我知道他在成长的阶段 他是非常需要运动 而且优质的蛋白质 我一直讲优质的蛋白质一定要介入 那优质的蛋白质的首选就是牛奶 以前只能喝牛奶 现在有各式各样的鸡蛋白 可能一些黄金的蛋白粉 萃取过的啦 那保留一些完整的氨基酸 所谓的优质蛋白质 就是人体的必须氨基酸全部都有 才叫优质的蛋白质 那一般的话食物里面可能在肉类啦 鱼类啦 那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植物性的像豆浆 那这些也都是蛮优质的蛋白质 所以现在其实 现在小孩一定会长得比我们高 因为目前萃取的蛋白质 不然喝牛奶喝两桶 恐怕没有现在人家那种蛋白粉一爆 我儿子可能一天都喝一桶到两桶有 他把他当水喝嘛 所以的确喝牛奶会长高 因为蛋白质够啊 那有关于女儿 你的女儿也恭喜你 护理师通过 其实你在担心他们成长过程 有关于成绩 女儿比儿子要担心的多一点点 对对对对 因为儿子其实聪明伶俐啦 那女儿好像要说什么 数学不好 因为我自己数学也好 我觉得妈妈要反省 你自己如果不好 你妈妈一直给他苛求嘛 我就是因为太不苛求他 我常常被念耶 我常常被我妈妈念耶 他说你好像对小孩子放得很松耶 他们要考试你 好像也从来没看过你再帮他们复习 我说我自己都不会有怎么复习啊 是不是 那个我怎么看得懂 完全看不懂 那我就是让他们自由发展嘛 那为什么女儿也选择护理 是我建议我推荐的啦 因为是我个人的 我没有说其他的护理师喔 就是说因为我自己认为就是读护理啊 数学读的少 技术活 技术活啦 那只要背 那个把他死背活背 别人花一个小时 你花五个小时 你也背的起来 对 而且要跟人相处 跟人相处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为家人的服务啊 或者是这个医疗的介入 让大家更健康 我觉得非常好 你有没有想过 像IT 他会取代很多人喔 比如说以后律师 他可能电脑判案 比那个一般法案的律师或法官准 或者是家庭科医师的诊断 其实IT也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就护理师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一定需要的技术活 对 这个机器人没有办法做那么好 心理的那种建设 那个介入 我觉得非常重要 好那我们来谈一谈喔 其实就是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优活原力的研发长料预期 其实后来这个研究发现 到最后喔 比如说中年妇女或中年的男子 你为什么性情大大的改变呢 事实上都跟营养素的缺乏 有很大关系 但是你却把它导向人生问题 就是哎呀我看那个 另一半不顺眼啊 或命运对我不齐 其实后来都是一些营养素不够 对没有错 其实我女性荷尔蒙在30岁到35岁 是达到最巅峰 那之后就会慢慢的下降 那女性荷尔蒙 其实关乎着我们女性的生理 跟心理的健康 好那我们先讲生理好了 生理那因为我们器官可能慢慢的 少了荷尔蒙的保护 所以可能胆固醇啦 血压啦 各方面啊 还有像这个曹红啦 倒汗啦 失眠啦 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就会起来 那这时候你其实只要给它 对应的一些营养素 像比如说像大豆义黄铜啦 蜂王乳啦 好像GABA啦 骨微素啦 这些东西你把它放进去呢 那我认为这些情绪的波动 就不会这么大 像我现在在吃的那个维生素之中 我看到的比如说GABA 占一个成分 是GABA会让你心情不错 对不对 而且它是合法的添加物 而且多半是来自于天然 又不会上瘾 糙米 是真的吗 是啊 它就是12.5公斤的糙米 可以萃取出这个10毫克 但是我们也不能吃12.5公斤糙米 你不可能这样吃啊 对啊 因为我们也会胖嘛 而且也吃不了 所以很多的就是我看到什么 很多东西就是有加的GABA 然后中年期的妇女 他就会不会什么失眠啊 无微博 也就是你不应该去开那个健保 一大堆的那种镇定剂安眠药 十几年前很多女性很可怜 那时候大家还没有这么多保健品 那真的就是精神状况不好 情绪起伏太大 真的去看那个精神科啊 那就开一些药啊 或者是说睡不好就开安眠药啊 你隔天更累 对的确是 而且长期吃是一定很糟糕的 是 依赖性又会让你更不安 对对 而且我们刚刚讲到 女性会有这个情况 男生也会啊 那只是说男生发生的这个情况 会比女生再晚个5到10年 所以你只要看一些长辈可能 吃完晚餐 他都坐在沙发上 就开始吓死有没有 那开始要度孤 事实上这个也是因为 男性荷尔蒙分泌开始减少 所以要产生了一些对应的问题 而且男性也会有热潮红失眠 照热都有啊 而且现在有关于 目前所有的保健食品之中 有关于中老年期的东西 是越来越多 比如说现在比如台湾有研究 什么苦瓜生态跟姜黄 这些应该都是台湾奇迹 对对 因为这些都是专利 这些报告而言是用来针对中老年人什么问题 而且在国外都有参加一些发明奖 专利啦 什么多国的认证都有的 所以我认为我们台湾的生技是真的非常的棒 不一定是用药物来介入 他从这个食品萃取出一些天然的物质 然后浓度够含量够 那事实上他也可以达到像我们 像药一样的保健的功效 我那天看了一个学术报告就是 苦瓜生态是在台湾的研究是 针对内脏脂肪减少 对对对 内脏脂肪我们平常自己运动不会减少吗 很难到那个地方去 那因为内脏脂肪他也不能完全没有 因为他保护我们的脏器啊 那你如果说内脏脂肪太少 或甚至没有 你稍微碰撞 你很可能就是脾脏破裂啊 肝脏破裂啊 那大豆义黄酮 比如说对于更年期的妇女 他其实是 因为他又不是真的持激素 但是他的化学结构 类似动物性荷尔蒙 但是呢他的受体啊 他比较不会去刺激我们的乳房 好那今天访问是 优活原理料育起研发奖 02-2500-5566 当然你可以Google I like Ealing Sound I like Radio